原太科技很早就決定說要變成是有一個技術的公司 所以當時我們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高通的Mirasol 一個是美國Eink的Electrophoretic Display 到最後我們選擇Eink的Electrophoretic Display的原因是因為它更像紙 我們認為更像紙的Technology可能更適合我們原太 這個技術本身是從MIT的Media Lab產生出來的 運氣蠻好的可以在2009年的時候買下這個技術 雖然我們那時候買的是一個黑白技術 可是這幾年我們相信電子紙應該是一個彩色 所以我們也投入很多研發在這上面把它變成彩色的 第一個要先去想它的相關的應用 然後我們第一個先看到我們認為是比較有機會的 是這個所謂閱讀器 那我們希望說閱讀可以從紙本的走向數位 那一直有人用LCD去嘗試這件事 可是一直沒有成功 我們看到Eink的本身的Electrophoretic的技術更像紙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子的技術是有機會來帶動這個趨勢 可是這件事情要讓它發生之前的話 在電子紙本身的內容的規格需要有一個標準出來 只是現在大家所知道叫做EPUB 當時是在IDPF這個consortium去把定義出來的 因為有這樣子的標準 以及有當時Adobe的DRM 內容保護的一個機制讓書不會被盜版 所以有這個DRM的保護 然後有一個標準 才拉動整個這個閱讀器這件事情的發聲 我們原態的話在這裡面的話 在這裡面的話扮演是一個面板的一個供應商 然後跟著我們的合作夥伴一起來打造這個產品 我們現在在閱讀器的話 終於邁向彩色 到了Collider 3 終於是可以讓客人可以接受 然後消費者也能買這個單 帶動了我們在閱讀器跟消費性電子 這個運用的話有在成長 那我們也看到電子標籤這幾年也是在快速的成長 所以這個消費性電子跟閱讀器電子筆記 也進入到這個成長軌道 這兩個對我們來講都還是在初期的階段 因為電子標籤它滲透率還不到10% 閱讀器電子筆記本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未來取代課本書 還有一些筆記本的話 這也才剛開始 這個滲透率還是相對的非常低 所以我們覺得這都還有很大的一個成長空間 還有一個新的市場是我們所謂的廣告看板 我們開發出我們最新的彩色 我們稱為Spectra 6 走到第六代了 終於可以做出我們認為夠鮮豔 夠漂亮的彩色的電子紙面板 可以像海報這樣子 我們認為這個市場 我們下一個想要來突破這種廣告看板市場 還有海報的市場 其實我們的slogan是 We make surfaces smart angry 我們原態是想把這個表面做得更聰明 然後更綠 然後我們想透過電子紙做到各表面上面 變成數位化的一個顯示器 而且它又不發光 然後又是很節能減碳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的Vision是希望把這個做在各表面上面 像我們之前跟BMW合作吧 做在汽車的表面 這只是一個樣子的一個 XN Apple 就是說我們電子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運用 然後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做到建築 所有的表面上面去 對 等一下我要先拿我的乖乖 我要祝福財訊50快樂 50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 其實一個企業能活到50 我知道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在這要特別祝賀社長跟財訊 為台灣辦一個這麼好的一個雜誌 給我們觀眾可以看到一些 在很多媒體不一定能看到的一些新聞 然後有一些觀點能啟發各位 祝財訊50最快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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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